社区组织协会调查发现 近两成非长者单身申请公屋人士 轮后超过10年 也在配额和计分制下 50岁以下几乎不可能获偏培公屋 50岁的曾生是超市搬货源 月入大概7000元 15年前已以非长者一人身份申请公屋 至今未获分配 现在住在油麻地堂楼龙屋 楼梯摆满垃圾 这个地方全部是油 口罩、烟头 他租了一个床位 月租1500元 与10个人同住 多人 最主要是大家作息时间不同 又加上这些太旧了 因为很多木室存在 咬到你整晚睡不着 像曾生那样 等待偏配公屋的非长者单身人士 全港有超过10万人 每年最多只有2200人获批 社区组织協会说 政府2015年收定配额及计分制之后 将年龄列为关键评核因素 年纪越大越早获分配 导致50岁以下单身人士 几乎不可能获批 社协过去一年访问150个非长者单身人士 大概一半以非长者 一人身份申请公屋 当中近七成轮后超过三年 大概两成轮后长达10年以上 比例远高过100年 同类调查时的3.5% 有受访者更加等了16年 对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提出愿景 希望香港告别农屋劏房 社区组织協会希望 可以在未来10年至20年 达成这个目标 但前提是政府增加公屋 和过度性房屋单位供应 无线电视记者先知报道